原标题 和天泥所生 是同父同母的亲兄弟 其中叙利物与二哥忽必烈关系最好 好到什么程度呢 当时忽必烈与阿里布格争夺大汉之位时 茶河台韩国 郭阔台 汉国和亲茶汉国都支持阿里布格 只有叙利物支持忽必烈 一二五六年 叙利物在中东建立伊犁汉国后 主动前史向忽必烈臣主 并于一二六四年 接受了忽必烈的册封 成为伊犁汉 可见 两人关系真的很好 到了叙利物的儿子这代 更是将自己的伊犁汉国 视为元朝的一部分 因为伊犁汉国是以伊朗为中心 所以伊犁汉国的大汉有时 又被称作波斯大汉 伊朗大汉 一二六五年二月八日 伊朗大汉叙利物去世 太子阿巴哈迟迟不肯登基 一些大臣队 太子的做法感到十分疑惑 便询问其原因 阿巴哈说 我必须得到我伯父的同意才能做大汉 否则不行 其言外之意 就是要有中国皇帝忽必烈的任命诏书才行 此后 阿巴哈一直以为德伯父忽必烈许可为由 持权摄国证 同时前十来中原报上 忽必烈在德之地里去列武去世后 立即派使者持召策令 阿巴哈对伊犁汉国的新大汉 因为伊犁汉国距离中国的手都很摇着 使者持召四年后才抵达伊犁汉国境内 在此之前 阿巴哈一直没有登记 直到中国使者把任命诏书送到他手上 行了册封典礼 才开始宣布 自己是伊犁汉国的新大汉 中国使者在带去任命诏书的同时 还带了一块印有汉字的王印 这块王印上面刻着 辅国安民之宝六个汉字 与父亲序列武一样 阿巴哈也把自己看成 仅仅是中国皇帝忽必烈的副手 到了后来 伊犁汉国所有对外文件 必须盖上中国皇帝遇 四的遇印 以表明伊犁汉国是元朝的一部分 而且伊犁汉国的大汉 对外上基本不自称大汉 而是称呼自己为元朝的波斯总督 后来阿巴哈取了半战亭帝国 皇帝尼海尔 巴士的女儿玛丽亚佩 最料不及呢 玛丽亚原本是嫁给序列武 可玛丽亚还没到伊朗时 序列武已经死了 因此 她就嫁给了序列武之子阿巴哈 1282年4月 阿巴哈因过量的饮酒 导致重病缠身 在伊朗哈玛丹雪市 她的一双玛丽亚 在她死后回到军事坦丁堡 拒绝了她父亲 让她再次出嫁的要求 成为了一位修女 喜欢的话多多关注 多多点赞 多多收藏 转发和评论 谢谢 本人其他文章也很精彩 欢迎品读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